现车现车是现车哦 只要你赏光来看 飞翔就敢保证你一定喜欢 提前恭喜您成为飞翔房车大家族的一员了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 我是妮妮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款拥有B型房车外观 但却有C型房车容量 并且即刻就能开走的王炸车型 铁C Plus 福特新时代底盘打造 2.2T排量搭载6AMT 柴油自动挡变速箱 符合国6B的排放标准 全车长5米99 车宽2米3 车高呢2米8 好开好停 蓝牌C找即可轻松驾驶 而且是黑白景点配色 低调沉稳呢 有不夺目 日常出行也是非常方便的 为了避免整个车身呈现出毫无波澜的感觉呢 我们还在车头的上方设计了观景天窗 一方面可以打破车身的单调性 也方便通风换气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在傍晚的时候 在车内看看夜景 打开防蜂脸 可以避免蚊虫的叮咬 至于为什么说它有C型车的容量呢 这是因为在车身的两侧做了加宽处理 分别加宽了15公分 在此基础上做到了容量扩大 不过它的通过性依然非常优秀 在车身的上方呢 还安装了四路监控 即使在车内也可以查看周围的环境 还有进口这安棚它的用处也不少 打开就有了乘凉之处 最适合搬个小板凳看看夕阳辣 想要吃个户外小煞烤 没有灯照明可不行 不用担心 飞翔给您安装了LED照明灯 再也不用惧怕黑夜和凌晨 车尾还安装了自行车架 承重足足有140斤 两辆自行车放上去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出去旅游可不能少了小代步工具啊 旁边呢还有后爬梯 我们可以爬上去去打扫车顶的卫生 或者看看最远处的风景 正所谓会当您绝顶 一览众山小 谁不想看看更高更远的风景呢 上方的尾翼儿 我们也不能忽略 帅气十足 打开后车门 首先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内外贯通的大储物空间 里面呢放行李中午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还附带有五孔插座和照明灯 晚上拿取东西的时候 再也不用想着拿手电筒呢 旁边呢 意思是放遮阳棚杆 还有喝水箱的区域 以及我们两边的车门上呢 还凿客出了多个储物格 像充电器呀纸巾呀等小东西 都可以直接放进去的 打开中门 这边呢是一个内外贯通的储物空间 里面呢还配备有五孔插座以及淋浴花洒 在户外用水用电呢就不需要再扯一根管子了 容量是很大的放些国具很合适的 下方打开呢是一个可以抽拉的外置茶油炉 作为飞翔房车的国家发明专利产品 它的优点真的是数不清 功率可以高达5000万 而且无名火防翔风具有高原模式 在气温极低的高寒地区呢也能打着火 燃料呢直接取出油箱内的茶油 不需要携带额外的燃料 上下两个部分就组成了简易版的户外厨房 走上车去看看内置厨房什么样 内置厨房的台面呢都采用了这种上线版的设计 我们把盖板打开就可以看到一个容量巨大的洗菜池 而且水龙头也是冷热水交替的 旁边呢就是国家发明专利产品内置茶油炉 它和外置茶油炉的功能呢是一样的 不过采用了微精面板的设计 这样就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瓶底锅 而且我们旁边中门处呢还带有一个延长桌板 旁边呢还有一个自带反渗透功能的净水设备 经过它净化的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 真的太贴心了 双方呢还安装了一个下沉式的抽油烟机 吸力巨大 而且上面呢也可以放一些小的调味瓶 再往上就是一个容量非常大的铝木结合吊柜了 质量非常轻又很坚固 放一些日常所需要的锅具啊 碗具啊都是很够用的 而且在桌台的下方呢 还有一个可以抽拉出来的抽屉 真的空间利用到了极致呀 在内置厨房的旁边呢 还给大家配备到了一个12伏的房车专用冰箱 上冷冻下冷舱96升的容量 放个三五天的食物都不成问题 上边呢还有一个韩国大雨进口的微波炉 热个早餐那可是太方便了 在旁边呢还有一个大衣柜 可以挂一些衣服都是不成问题的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不 这边呢打开锁扣 还可以抽拉出来一个植物平台 室内厨房看完了 我们再来看看进门处 我的脚下呢可是隐藏了一个储物空间哦 而且是铝合金的地板 放一些维修工具也是OK的 中门拐角处呢 还有两个的储物空间 放一些进出门的小东西是很合适的 在下边呢还有一个转角的储物空间 这个设计是不是很奇特呢 主副驾驶呢可以180度旋转 和中排的航空座椅形成四人对坐 航空座椅的设计呢 非常的符合人体工程学 可以非常好的保护脊柱的安全 并且具有八项可调节功能 柔软厚实 坐感真的是非常的舒适 这样一看呢 整个会客厅的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宽敞 在这做一些日常锻炼都没有问题哦 但是作为会客厅 怎么能没有一张桌子来撑场子呢 那么我们就要拿出飞翔的发明专业产品 一件是升降折叠餐桌了 不用的时候呢 隐藏在墙体一侧是非常不占用空间的 需要时呢 只需要一件就可以升起一张 70乘以53厘米的小桌子 人多的时候呢 可以拓展成为一张120乘以53公分的大桌子 可共4到5人使用 仿大理石的桌面呢 高端大气 而且非常好打理哦 旁边以及全车的外推商呢 均采用的都是双层真空亚克力材质 而且三档可以调节保温隔热降噪音 内部呢还带有防纹帘以及防窥帘 我们坐在航空座椅上 视线所及之处呢 就是32寸夜景网络大电视 可以联网也可以投屏 想看什么 您自己决定 在客厅的上方呢 还有两组履幕结合的吊柜 电控所设计 圆弧形的造型呢 可以让容量变得更大 放当机换洗衣物呢 是很合适的 夏天可是离不开空调 既要制冷效果在线 又要手电节能 还有分贝小 这些条件呢 飞翔的顶制空调都能满足 还额外附带睡眠功能 祝你一夜好梦 不过既然空调要开 那么门窗自然要紧闭 又该怎么换气呢 不用担心 飞翔在车上呢 还安装了新风系统 正负压快速换气 轻轻松松就可以达到复养状态 配圣间的设施更是全面 进口的赛特夫的抽拉马桶 自带侧滑功能 卧底成为镜子的折叠洗手盆 和两格储物柜 以及防水的五孔插座 零玉花洒 以及韩国大雨洗衣机 配置非常的齐全 让洗漱再也不成问题 本车可是三床五卧的设计 第一张床就是这张固定组床 一米二乘以一米九 两个人使用也是甜甜蜜蜜 第二张呢 就是它上方的这个铝合金的大吊柜 容量超大 只需按下电控按钮 就可以下降 翻折成为一张0.9乘以一米九的单人床 上下铺的骑士感 有没有回忆起您的校园岁月呢 第三张依然是飞翔房车的 国家发明专利产品 升降吊床 哎 飞翔怎么这么多国家发明专利产品呢 它平时呢 就是一张九宫格灯尺 用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下降成为一张 一米三乘以两米的双人大床 承重可以达到600斤 而且有多根承重神像连接 在上面打滚呢 也是安全感十足的 本车可是六座五卧的车子 不过前面呢 只看到了四个座位 另外两个在哪里呢 跟我往下看吧 把床垫和支腿收起 按下按钮 床板就会缩至一半 剩下的两个座椅就可以看到啦 这款配置满分的 绝C Plus 还是非常有年气的 因为它曾经呢 陪着飞翔 跨越了一千多公里 去参加过展会 在会上 它中战四方 赢得了车友们的一致好评 和货彩声 真的是非常的nice 踏实是呢 一如既往的配备了倒车雷达 胎压监测 轨道偏移预警等等等等 在这里也给大家报备一下 全车的水电配置 3000瓦的逆变器 800安时的领电池 300瓦的太阳能板 以及180升的清水箱 和60升的回水箱 最好的时光 永远在路上 旅行的路上 可不能少了飞翔家的铁C Plus 这样一款配置超全 上装精致的房车 您确定不来一辆吗 旅行的路上 保您不担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